其實我媽已經老化了 就在我和我妹結婚之後的這幾年 所以你看她走路就會起來 都會慢慢的 然後走路都會脫背 你就覺得她身體沒有很好的支撐了 其實她有給她媽媽吃一個叫做 然後那時候就很有興趣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提早讓我媽媽來吃這個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直固定 我給我媽媽來吃 這個是什麼東西 荔枝 它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 對於長輩很重要的一個 是一個補助的一個保養的 每天都要吃的東西 黃董就有安排她去給營養師做評估 她的媽媽做一些評估這樣子 然後有安排她媽媽做一些調查 然後給她媽媽一些建議 然後她媽媽就在三個禮拜後 就有很大很大的進步 其實那個我看了很感動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慧君姐講說 那我也要認識黃董 我就黃董就是也很熱心 他就也是請了營養師 幫我媽媽做評估 她就教我一步一步 叫我不要擔心 然後說我現在接下來就是 每天記錄我媽媽的狀況 和變化這樣 然後她就看我媽媽的 那時候當時的狀態給了 我建議每天給媽媽 早中晚各吃兩顆 禮菌 那就這樣子乖乖 我就給媽媽吃了 也是差不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媽媽的整個狀況 然後她的氣色 還有她的活動力 都比以前好很多 現在還在進步當中 對已經 對 就在進步當中了 我補充一下伊剛講 就是說很多人對保健食品 或者保健品的概念就是說 蓋子打開 吞了我就有吃 對 是這樣 那為什麼剛剛伊伊跟惠君 都會提到就是說 我們會請營養師幫你評估 原因就是說 我們希望她吃的是 對她來講是有幫助的 是真的有幫助的 而不是眼睛閉著說 我兒子我女兒買給我吃 我就吞 不是這樣 對 但是我說實在 商品我遇過太多 我覺得真的當初就是試試看 然後我就跟黃董講了一些 媽媽大概的狀況 因為每一個人他的 吃的那個顆數可能不同 所以我的顆數跟媽媽的顆數就不一樣 所以就分開來 然後黃董教我要怎麼給媽媽吃 我自己怎麼吃 然後就這樣進行了 我們進行了三個多月的實驗 大概第三週左右吧 我就覺得媽媽的那個 體能變好了 後來我就發現很多的 事情她可以自己做了 她的日常變得比較 可以自理 就我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但我也想知道說這個 有一個因緣際會下 她就遇到了台灣立腺體的 鄭翰宗博士 她是告訴我 什麼叫立腺體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兩個因緣際會 兩句話 第一個 她說黃鮮 其實立腺體不是一個產品 我們人身上就存在立腺體 當時博士跟我講 人不該吃藥 因為人 60兆細胞組合 我們有 細胞會自己去修復 可是為什麼到了年紀越來越大 你變成要吃藥 因為你的 衰減 所以你要靠藥物去輔助 其實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身體都是由細胞所組成 我們知道說 所有東西都需要能量 細胞要動 例如為什麼我心臟會跳 心肌膠為什麼會跳 我的神經細胞為什麼會跳 它也需要能量 那能量是誰提供 就是細胞裡面的 就是細胞裡面有個叫 異線體 它就等於我們的手機的電池一樣 它就是一個 霸電的 霸電的 就是提供的那樣的一個 類似霸電池的概念就對了 那個我可以這樣解讀嗎 就是說 它就是 認得形成 跟你的 開始慢慢沒電 是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年紀越大 其實那顆 那顆粒線體已經用了80歲 80年了90年了 它其實就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們身體開始就有些 老化現象 開始有些 透過性疾病就會產生 像老化現象 可能開始我到50歲60歲 就發現 我好像這腦袋好像有點 記憶力不太好 是 然後呢 我好像 好像手 就是手腳 記憶力好像不夠了 以往可以拿比較重 好像感覺沒有力的感覺 其實都跟我們身體的 粒線體開始不好 是有關係的 那其實我們 幫 粒線體充電 我們就有活化技術 主要目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讓 粒線體變健康 對 你粒線體變健康的時候呢 即使你身體老化 就會變慢 然後你的 突發性疾病 就是你有些疾病的產生 會比人家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剛剛惠君影片裡面 有說他現在自己也有在吃 對 就是說 記得每天充電的時候 是代表那個 慢慢就 粒線體 對於活化之後呢 就可以啟動 然後對他這些身體 都有些幫助 所以粒機就是它的 充電器 對 粒機就是它的充電器 那這個東西 一定有很多的專利認證吧 所以應該要經過 非常多層的 對 所以從原料開始 甚至到產品 我們高級驗證就是說呢 它對於我們身體的力氣 所以我們就會 我們這個驗證平台 也有拿到國際的一些 認證標準 最起碼說 我們做這個 粒線體的分析報告的時候呢 它是具有國際公信力的 所以你要想 我們從原料這樣子做把關 產品也做把關 甚至去 驗證它這個技術平台 也是有一些國際認證 來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這些國際認證的平台 甚至我們有把 這些研究成果 也寫成國際Paper 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逆機是對於 力線體 對於我們身體的老化 抗老化是有幫助的